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 在使用Fimura剪辑影片的过程中 非常好用的17个影片剪辑技巧 我相信其中的很多技巧 你可能都还不知道 在你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 你可以更好的就使用Fimura 去剪辑出好看的影片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教示范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对我频道 如果你是剪辑新手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你会告诉你很多实用的剪辑技巧 去帮助你提升剪辑的效率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进入到Fimura的官方主页 Fimura是适用于Windows系统 还有Mac系统的 这里Fimura是可以让你去免费的下载 免费的试用的 但是免费的版本 它是有带有附属为应的 并且免费的版本 会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 所以我建议的就是 你可以首先先去免费的试用Fimura 这是可以让你去5线7线去适用的 但是如果你真正决定了 要使用Fimura去剪辑影片制作影片 你就可以升级成附会的版本 首先第一个介绍就是 文字转语音的功能 这我首先去添加了文字 然后可以双击这个文件的文本 这右上角可以看到这个文字转语音 然后这里可以首先选择语言 有很多种的语言都可以给你选择 比如说可以选择中文 然后这边就会有三种的声音 我可以来听一下 万兴科技让世界更有创意 然后你可以选择朗读的速度 还有朗读的音量都是可以的 下一功能就是画面的裁剪还有缩法 这里面我导入了这段画面 然后可以右击 然后选择这个裁剪和缩法 现在选择的是裁剪功能 我可以挪动这个框 去裁剪我的画面 我上下左右都是能够调节的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底下的高宽笔 会有不同的比例你可以选择 也可以选择自定比例 然后在我右边可以选择说法 这个就是能够让你去进行相机的移动 这个蓝色的框是一开始的框 比如说可以把它变大 然后这红色的框是结束的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相机移动 下个介绍叫边角定位 你可以选择效果 然后选择视频特效 基础种类 然后选这个边角定位 它能够让你去对画面进行任意角度的调整 我可以把它拖到画面上面 然后可以选择右上角效果 然后这画面的四周是会有四个角的 我可以挪动一个角去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就有个这样子的角度了 然后再挪动这个角 最后有一个这样子的角度 你可以随意的挪动它的角度 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都是可以的 下一个功能叫曲线文字 这里面我加入一段文字 在选择完之后 可以选择标题 基础选项 然后这里面有个图形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不同的曲线文字类型 有一个向上曲线的 向下曲线的 然后整体圆形曲线 然后一个这样子曲线的 然后你可以调整它大小 然后你双击的话 是能够修改本身的文本内容的 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就生成一个曲线文字了 下一个功能叫绘图工具 现在在Firmware里面 我们是能快速的 在画面里面去添加图形的 你可以来到这边 选择这个绘图工具 它总共会有四类的工具 矩形 箭头 椅圆形 还有三角形 比如说可以添加矩形 然后在我画面上面 去添加个矩形 在右边 我们是能够去调整它的缩放的 然后也可以调整它位置 旋转 然后这边也是能够去调节颜色的 底下也可以调节不同的属性 比如说不透明度 模糊度 还有边缘的厚度 甚至是添加阴影都是可以的 这里还可以加入箭头 哪个可以加入椭圆形 以及三角形 每个图形它都是一个图层 下一个功能就是快速预览模式 可以在这个预览器底下 找到这个快速预览模式 它的好处就是 能够让你用鼠标 直接快速的去预览整个画面 并不需要像以前一样 去拖动这个实验轴才能够预览的 然后再选择一下 就可以取消这个模式 下一个功能它叫尺规功能 想要去打开这个功能 你需要选这个 设定 然后选这个尺规 是用打开了尺规这个功能了 我可以把鼠标移动到这边 就可以看到 我就拖出一条线了 我能够移动到画面的任何位置 然后纵向的也是一样 就可以看到 它会出现在这边 能够让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你应该把一些元素去放到哪些地方 这是更加精确的 同时也能够让你知道 挪去对齐画面上面的元素 如果想取消这尺规的功能 你可以再回到这边设定 然后取消这个勾选 就可以看到 就取消了尺规的功能了 下一个功能就是 相似寻找 比如说在Firmware里面 会有提供给你很多的贴纸 比如说我喜欢这样子的贴纸形式 然后我想看一下 在Firmware里面有没有更多类似这样子的贴纸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三个点标志 了解更多 这里面会有一个找相似的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Firmware就根据我刚才那个贴纸的风格 帮我找到了更多类似风格的贴纸了 所以这个功能在Firmware里面也是非常的好用的 下一个功能叫素材色彩标记的功能 在我们制作影片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用到很多的素材的 比如说我们会有主要的影片 我们会有文字 我们会有不同的比如影片 我们会有音频 这样的话为了更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素材 我们是能够用不同的颜色 去标记一下我们的素材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我主要的影片画面 然后右肌 在这里面我可以选择为它添加个颜色 比如说添加个粉红色 这就代表所有的主要内容都是用粉红色标记的 然后这背后的素材我可以添加另外一个颜色 右肌比如说添加这个紫色 这就代表所有紫色的素材都是我的背后素材了 然后文字也是一样 右肌给它添加个黄色 这就代表黄色都是我的文字素材了 这样子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 哪个颜色代表哪个素材能够快速的找到 下个功能就是logo展示 可以选择媒体 然后选这个influence kit 然后选择开始制作 这边就有一个品牌传达标志展示 我可以选择这个开始制作 这边会让你选择不同的展示形式 比如说这是这样的展示形式 而这一个是这样的展示形式 这第三个是这样的展示形式 比如说可以选择第一个这样的展示形式 然后选择这个开始创作 这里面就需要添加你的标志了 像添加我标志了 底下是编辑文字 我就打入我的名字了 然后可以在右边去看一下整体效果 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形式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结束 这边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的效果了 可以让你快速的做出你logo动画 下一功能叫做快速创建片头 使用这个influence kit 还能够帮助你去快速的创建你的品牌片头 我可以选择开始创作 这边是会有两种片头你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片头 然后选择开始创作 这边就需要添加文字了 这样子我就添加了文字了 就可以快速创建我的片头 下一功能叫AI音乐 我可以选择音频 这边有个AI音乐 你可以首先选择这个音乐的氛围 你是要怎么样的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关键字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可以生成快乐的 这个现在只能够单选 然后就是主题 我可以选择旅游 然后可以选择流派 比如说流行的 我需要产生这个音乐 是需要消耗点数的 现在生成一首音乐 是需要消耗30点数的 然后点击这个设定 你可以调节它节奏 调节音乐的时长 然后选择产生的数量 这里面我可以选产生 就可以看到现在就在产生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 就帮助我产生了这些音乐了 可以来听一下 这种音乐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下个人叫视频音频分离 比如说现在我导入了一段影片 我这影片是音频和视频统一在一起的 并没有分开来 但是假如说我想去调节一下 本身的音频或者本身的视频 我就可以在Firmware里面 进行视频和音频的分离 我可以右击 然后选这个分离音频 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音频就分开来了 我可以单独调节我的视频还有音频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方便的 下一功能叫停用片段 比如说现在我有好多个轨道 我想要暂时停用某一个轨道上面的片段 我可以选这个片段 然后右击 这边我可以选择停用片段 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元素就没有用了 你并不需要删掉它 只需要停用一下 就能够去隐藏这片段了 下一功能叫循环动画 这个在文字效果使用上面是非常好用的 比如说这边我添加了一个文字 然后可以选择标题 这边选择动画 这边选择这个回圈 比如说可以选这个附红动画 然后上面可以调节它这个循环的速度 比如说是大概两秒钟的时间 然后看一下整体效果 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了 下一功能就是关键帧快捷键 我们可以现在快速的去使用快捷键 去帮助你创建关键帧了 如果是苹果电脑可以按住Option 如果是Windows电脑就按住Ctrl 然后再左击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鼠标会有个加号的标志 这边就能够帮助你去创建关键帧 然后在右边你可以调节一些关键帧的属性 比如说你可以调节说放 然后回到这画面上面再添加个关键帧 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再调节不同的属性 比如说这样的话 然后可以看一下整体效果 就可以看到快速的会有一个关键帧变化的效果 然后你可以再添加关键帧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能够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 下个功能就是复制关键帧变化 比如说在这个画面上面 我做出了这样子的关键帧变化 可以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想要去复制这个关键帧变化 去到这个画面上面 我可以选择这个关键帧节点 然后右击 选择复制关键影格 然后选择这个画面 在右击 再选择这个贴上关键影格 就可以看到 这个关键帧节点 就会复制到这个画面上面了 然后这个节点也是一样 右击 选择复制 再选择这个画面 右击 然后选择这个贴上关键帧 就可以看到 我刚才的关键帧变化 就会复制到这个画面上面了 非常的方便 Fimura这款建议软体 非常适合于新手去使用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去使用Fimura 并且搭配这些影片 你会知道更多关于Fimura的使用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说更多关于简介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人过渡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